嗨你好我是能杰 这是BFM财经制作的自由时事 最近就看到很多报道都在说 有很多国家他们在推出不同的举措 是什么举措呢 他们在国际贸易还有投资当中 加强了所谓的本币结算 减少使用美元 那我们就发现说 特别在一些新兴的经济体当中 包括像是中东产油国 一直到欧洲 他们都纷纷的尝试 创新的来使用跨境支付的结算机制 他们也在签署双边货币协议 以及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 其实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截至2022年第四季度 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当中的比重 是降到了1995年以来最低的水平 难道美元再也不吃香了吗 要来回答或者是来探讨这个问题 但要请出我们最专业的财经达人 这个也是学者黄锦荣博士 来跟我们加入今天的讨论 来博士你好 文杰你好 这个时候的博士是刚刚从中国出差回来吗 是 他是出差吧 是就算他是出差了是不是 就是反正我觉得你在那边 应该也都是在工作居多嘛 对办工作就办旅游 都这样的状态 OK好 那其实博士据说这个 现在呢 在市场当中有一个去美元化的呼声 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呼声很大的是来自博士 刚刚去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中国 那有这个坊间的这个谣传说 是在中国在背后在推动去美元化这件事情 但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探讨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是有看到说 部分的中国的专家跟媒体 最近都不断在报道去美元化的浪潮 他们就说去美元化呢 是有这个浪潮 是因为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很霸道的 是他们的霸权所造成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美国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 马伟他就表示说 2018年自从特朗普时期以来 这个美国推动的这个单边主义 还有这个贸易保护主义 那不断的去拿这个关税的大棒 来破坏全球的贸易 所以呢看到美国现在就是长期以来 这段时间以来的这些的比较所谓的霸道的行为 所以似乎这个去美元化呢 是势在必行的 但是其实博士 我看到你在南洋商报发表 去美元化先过两关 这样子的一个社论 然后呢 我又来倒局是不是 是很像你又开始在逆风了 然后这个你在巴度空间的话语新闻的网站上面 也发表了去美元化的迷思 你很积极 你在同一个星期发表了两篇关于去美元化的文章 然后你似乎是觉得说去美元化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来的这么容易 这个真的很逆风 博士 为什么你会有这些想法 首先去美元化这个趋势 它也不是这一两年或者这一两个星期 才盛起的一件事情 它大概可能要追溯到1971年73年 当时候的所谓的布雷敦森林体系 瓦解了以后 因为当时候的那个体系是 全球的货币都和美元挂钩 那么以美元作为这个全球的储备 所以那个是当时候是美元 就是我们才有当时候是所谓的美元霸权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这个霸不是霸道的霸 这个霸英文的义名叫做Hegimon 它就是说它是唯一的一个世界通用的一种 就是说它整个体系就围绕着美元来打转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和美元 这个美国是不是霸权 是不是独裁 这个就是说对世界的支持点 其实没有关系 所以在当时候1973年 就是瓦解了过后 其实去美元化的这个动作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候对所有的经济的 这个不管是贸易还是金融的这个跨国的交易 都以美元作为定价作为结算 作为储备货币的时候 其实当时候最有意义的就是欧洲 最有意义的就是法国 那法国到今天依然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就觉得说为什么要有美国 这个就是一美元就是一个独大 所以当时候就已经开始这样的一个努力 所以为什么才会出现说 欧元在1999年的这个兴起 因为它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种起源 然后当时候80年代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说日本经济的这个盛起 所以当时候日元也开始成为这个国际货币 所以一直来到其实哪怕是在人民币 在2004 05年开始走向国际化以前 欧元其实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这个国际货币 所以占比大概就是占了全世界的这个国际货币结算的 大概一个十多八千左右 那这个日元可能要再少一些就单位数的 所以我说这个首先这个趋势 它其实nothing new 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新鲜事情 所以我就说我就觉得说 大家今天之所以呼哈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背后的一个理由 倒不是因为说我想说有什么这个conspiracy theory 谁在背后里面作祟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次有可能冒起成为另外一个替代货币的 是来自发展中国家 不管是人民币或者是印度 我觉得作为一个现在也是全球最大的人口 然后他觉得下一个世纪 他不是中国世纪 他是印度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出现的时候 这些大国其实就有想说让自己的货币也成为国际的这个货币 这样的一种概念的出现的时候 它就显得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总觉得说被发达国家被欧美国家给打压着 现在终于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货币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国际替代货币 所以总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这个背景来自这儿 是 所以博士按照你刚刚的说法 就是说其实这个所谓的去美元化 它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 在过去其实大家也很多次的提出来 但是似乎一直以来很像美元它都一直有一个龙头老大的这个地位 不管是在国际贸易上面 或者是在我们看到各个国家的这个外币储备上面 美元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币种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我国的首相安华 他最近也表态说 马来西亚没有理由继续依赖美元 这个就蛮有趣的 那其实安华是怎么说的呢 他是说马来西亚没有理由再依赖美元作为投资还有贸易的货币 其实你认为说安华他是真心想要跟随这个所谓的去美元风潮吗 还是说他这也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表态 或者是你觉得他心目中的盘算到底是什么 我想当然我不想猜测他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想法 尤其是当我在觉得他当年在落难的时候 其实挺他挺的最多的 像是他美国的朋友 所以这个时候你跟我说就是不想依赖美元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就政治上有点滑稽 那当然我说撇开这个政治的理由 或者背后的这个他所谓的这个想法不济 但我觉得其实马来西亚没有理由不依赖美元 OK 我说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时候开始想打我什么 那听众 为什么呢 我先把这个卖个关子 那我先我想回应一下 能及刚才你一开始问的 就是说 为什么我会觉得说他需要 就是说他需要先连过几关 因为当我们在谈说你为什么一个国家愿意采用第三方的国家的货币 作为你的定价跟结算货币 也就是说哪怕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这个交易 但你用的是美元的话 他其实有理由的 他不是说因为美方拿着枪子 你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你必须用这个美元 他其实不是 他更大的理由就在于美元的 或者是更确切的说是美国的金融体系的强大 所以他背后的那个根基就在于他的金融体系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今天在谈定价跟结算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现金交易 他其实就是一种银行的转账 对吧 你跟你的这个进出口方要做这个交易的时候 好了我们要付钱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是银行过账 那你只要一旦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涉及的就是什么 银行之间不同的这个存款之间的这个交换 就是credit debit之间的这个改变 那如果是跨国的话 基本上你就涉及说这个不同国家之间的银行 那他需要通过一个国际的结算的一个体系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易 你想想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有几个很重要的consequence 那第一个就是 首先你能不能够真的确保说 你在外国存有的这个 就是外币的这个存款 它是时时刻刻都能够保持这个流动性 就是说你不管任何时候 你想要提出来 从那个国家提出来你就能够这么做 不受任何的这个限制 然后你能不能够预计说 在任何时刻你的这些存款 不会突然间被你那个国家 寄予任何的理由 然后让它给冬结 你要想的一个这个课题 所以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底下 唯一能够符合这个条件的 也就只有美国的这个金融市场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金融市场 有这样的 in terms of这个市场的深度 能够容纳这样全世界的 这样的一个交易量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 其实每次在谈说 你不用美元 你想要比如说用人民币 好了 我们就直接说你用人民币 那它其实问题不仅在于美元 它问题也在于人民币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这么多年 不要忘记说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是2004 05年就开始了 它不是最近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十多年来 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的 这个这条路走的那么艰难 它当然不是因为说 again比如说马来西亚的 这个进出口上 它不喜欢中方 它更多是基于什么考量呢 就比如说你在 如果是要用这个人民币 做结算的话 而必须在这个中国案内的银行 开设户口的时候 首先你能够那么轻易的 开设户口吗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你开设户口 在里头做交易 存款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随时随地 把那个存款给提出中国的话 你能够做得到吗 这个是另外一层的考量 对吧 因为它不仅有资本限制 然后它甚至可能还有 政治的考量 所以我就说 我的那个文章里 我在英文的这个文章里头 我就有这么一句话 就谈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说 Ask Mark Morbius 因为那个摩比斯 就是那个投资支付 就是在中国 他不是在投诉买院 说他在中国的这个钱 哪提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为什么说 它不是美元的问题 它其实是那些想要成为替代货币 它本身必须具备有的这个条件 而且一直以来 其实博士我有听到一个说法 说人民币 它还是一个所谓的 政府可操控的货币 那就这一点是不是 就是所谓的可操控 它的这个像美元 它是根据这个市场 来决定它的价值嘛 所以政府操控跟介入 是不是也是也让人民币 没有办法 现在跟美元做竞争 或者是让它变成 像美元这么popular的一个原因呢 我想所谓的这个政治操控 当然我不晓得 你在看这些 他们的文章的这个context是什么 但如果你问我的话 所谓的政府能够操控的 这一个方面大概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金融监管 或者说中国的资本管制 就用这个字眼比较正确 中国的资本管制 依然是严密的存在着 但你知道说 美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管制 所以单求这一点 我觉得它两者之间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这个还要是 我们从结算的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还包括说 如果你要再谈 因为一个国家的货币 它要成为国际货币 有几个功能嘛 定价 结算 还有一个就是作为储备 那这个作为储备 它其实也不是真的是 存着那个美元 或者是人民币 它更多是存着那一个国家的 这个政府的短期债券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谈的是 这个整个的政府债券的市场的 这个深度到底有多深 所以这个时候 它包括说 它这个整个交易的流动性 然后 again 没有一个金融市场 没有一个债券市场 能够 就现在来说 能够媲美国的这个短期 政府债券的这个交易市场 甚至你在想说 我们再看一下新加坡 我们为什么说 新加坡明明是一个管理 那么好的一个财政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它还需要有200多巴仙 这样的一个政府债券 占GDP的比例呢 因为它大部分的这个政府债券 其实就用来做交易的 不是用来支援 这个新加坡政府的这个支出 因为它是亚洲 甚至是区域最大的 其中一个政府债券的 一个市场之一 所以它必须有这样子的 一个条件在里头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那我觉得可能 可能在稍微你提到说 政府才干预这件事情 那我就想到很多人 会用非经济的理由 去看这个课题 他就比如说 去美元花那些什么 说呢 因为美元就用这个美元储备 来制裁这个俄罗斯 所以为什么说 大家就要移开 我说这个逻辑 其实很有问题的 那有问题是什么呢 三点 第一点 其实俄罗斯持有的 最多的外汇资产 不是美元 而是欧元 所以其实制裁的是 这个欧洲中央银行 对俄罗斯的那个制裁 其实才致命 而不是美元这一块 这是第一点 所以没弄清楚这个事实 然后第二点 就是说什么呢 我说除非你 作为一国 你随时随地打算说 是侵略别的国家 要让我想不到任何理由 为什么你会突然间 被美国 就是就突然间 就被这个制裁 然后冻结你 你使用美元 这个外汇的这个使用 如果没有换年头的话 也不需要担心 别人制裁你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也根本不成立 然后第三就是说 我觉得说因为美元 会制裁他国 所以我就要去 比如说就动用这个 或去了这个 用人民币 作为这个外汇储备 那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 因为中国政府看来 也会对于 和他意见相违背的国家 进行制裁的 你问一问 你问问澳洲 你问问韩国 只要说一不站在中方 这一头 有意见对立的时候 他就会马上 对他的这个进出口 然后进行制裁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是大国 他常常会使用的手段 但是我不觉得说 有其他国家会因为这个理由 然后就纯粹考量 这个政治性的理由 就完全忽略 这个经济跟金融上的这个理由 所以我觉得 again 我说能不能够 会不会去美元化 其实说老实的 我自己其实很 我们马来西亚常爱说的 乐见其成 就是说 我其实导致觉得说 一个世界 它更应该是多元化的 包括说在这个美元 在这个储备这一块 在使用这个国际货币 做结算这一块 因为如果不多元化的话 就是说你整个国际的体系 很容易因为美国的 这个国内问题 而全球受到冲击 就包括我们现在在谈的说 美国会不会 它的这个伪在这件事情 因为他6月1号 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 不是Janet Yellen也说 6月1号 美国就会完全断粮 没有办法再支付这些薪金 所以需要提高这个顶线 你看这个 但是这个事情 它就会对整个金融市场 就是美国的这个短期债券 造成一个我觉得那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 如果我们还是在当时候的单元的一个世界的话 其实世界我觉得全球的这个金融 跟经济真的会被毁灭的 所以多元化它其实还是好的 是 博士你其实在你的这个文章当中 你也提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你认为说要取代美元的其中一个条件 是要成为像美国一样的消费大国 你似乎认为不应该去幻想靠着跨境贸易往来 或用各自货币结算就可以取代美元 那你所谓的这个消费大国 其实要达到像美国这样子的一个消费大国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的是不是 所以坦白说 它是不是就是成为了一个先决条件 为什么我会举这一点 我们先看一下一个简单的数据 为什么美国它占全球的贸易量 大概就是十几巴仙左右 它不是全球最大贸易国 它甚至不比欧洲 它不比中国 但是它的美元依然是过半 一半到60巴仙左右的这个全球贸易 依然是以美元做这个解算 那为什么说欧洲作为第二世界大的贸易国 中国作为最大的世界贸易国 但是它却不是 就是说它就是却不是这结算的组合的货币 除了这个金融体系的这个理由以外 那我觉得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美国才是现在整个的贸易生产 整块整条生产链 它的所谓消费端的最终的一环 对吧 因为我们在 你知道知道说 现在我们在谈这个国际跨国贸易的时候 我们交易的不是最终产品 我们不是说把榴莲卖去中国 然后买进的这个中国的其他这个水果 它不是这样子最终产品的交易 它更多就是中间产品的交易 比如说马来西亚的这个半导体 然后出口到中国 然后中国再配合可能韩国跟日本其他半导体 作为这个最后的这个assembly 然后就出口出去 所以你发现说这些国与国之间的交易 它更多是所谓的半制成品 那半制成品就是整个生产链当中的中间部分 那它到最后的目的其实就是要serve那个消费端 现在全球最大的消费端在哪呢 依然还是美国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我作为最消费端的那一块 我东西是卖去给美国的时候 我肯定以美元定价 那我作为对我最有利的经济考量是什么呢 我当然希望我的那个货也是以美元计 那我卖的也是美元 那我才不会有汇率的这个风险 那卖货给这个消费端的这一块 它当然因为货卖了是美元 它自己本身的那个供应端 它自己也希望是美元 所以一层接一层往上推 就这是为什么说美元能够被锁定为全球的这个贸易 的这个主要结算货币 所以为什么说我才说安华 我才回到去赶你提到安华这件事情 我说马来西亚才有理由使用美元 那是因为马来西亚超过六成的出口 就是这种科技半制成品 所以你想想我们的大部分的这个产品 都是这个类别的时候 你有什么理由不用美元呢 而你知道说消费端就是在美国 好 我又再跳回来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 你要成为真正的最终的 这个最主要去 甚至取代美国 不要说第二第三 取代美国成为最主要的这个国际货币 你就必须取代美国这个作为消费国的这个市场 那中国它在2004年也开始做这个所谓的 英文叫rebalancing 就是说它的经济的在均衡的在 怎么说rebalancing在平衡 就是从本来这种投资区的导向的 然后慢慢走向类似像美国这种消费导向的市场 但像能杰你说的 它其实很难 为什么呢 你要让一个国家的国民愿意像美国这样子消费 你要很多条件的 第一个比如说你的这个区域之间的消费 你的国际的区域之间就你一个一国一国内的区域之间的发展要平衡 这个中国暂时还没有 因为它这个西部跟东部的这个发展 沿岸的这个发展 你知道说它是非常不均衡的 然后你要有非常强的 比如说国民的这个福利的这个保障 你的整个social security 或social welfare的这个system一定要做得好 要不然如果你想是说 我基本上退休没有退休金 完全只能够靠自己的时候 谁愿意在年轻的时候 这个大肆的消费 它大概都会把钱存起来 而中国的本身的在私营部门的 整个的这个什么退休金的制度 其实非常差劲的 但我也不要说非常差劲 但是它甚至比马来西亚的退休金制度 其实还要来得更不完善 这个东西做得到吗 这个东西要做得到 然后第三 整个政府的发展思维 能不能改变 从由更多的基建发展 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导向 转向真正说消费市场导向 我觉得它就涉及到很 更不用提说现在中国已经取向 人口老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而美国的这个 它其实还是中年的一个人口 所以这种种的理由 我觉得说如果它改革不到位的话 可能这一个人民 必要完完全全取代美元 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还真的可能只是一个梦想 它顶多可能去到的 更像是欧元这样的一个水平 就是说欧元它之所以会有占 国际结算货币的十多巴仙 那更多是因为欧元区内部的交易 这个贸易所使然的 可能中国会在亚太区 东南亚这个区域 因为跟中国的交易 这个往来可能也会达成这样的效果 但这样的比例可能 大概就只能够占一个 十多二十巴仙左右而已 是 其实要成为一个消费大国 真的是一点都不容易 它可能要从它的经济的 整体的结构上面去改革 还有政治的结构上面 也要去改革 那这其实对于现在的中国也好 或者是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可能要去做这两种方面的改革 是一点都不是那么样的容易的 但你在你的文章当中 还有提到说 要取代美元的第二个先决条件 就是要解除资本的管制 这其实博士刚刚刚你有提到一些 但是我想要更进一步的来追问 就是说其实让资金可以自由的流动 它是不是其实有蛮多的好处的 像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在过去 在90年代 还有这个2000年初期的时候 因为金融风暴的关系 其实我们的马币在国外 是不能够买卖的 那个资金的管制是非常的高的 意思就是说它的自由度是很低 回过头来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 有很多的中国人想要把资金 从中国拿出来 特别是企业家 不管你是本土企业或者是外企 你资金要从中国拿出来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博士在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底下 你认为为什么有些国家 它会选择这么样子严格的资金管控的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然后它是担心什么样子的风险吗 博士 我想在我们经济学的思想的文献当中 那它当然很多有对于发展中国家 就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这个路途上 那曾经有一段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金融市场也要完全开放 然后让这个资金能够按照最好的 跟回报回酬最高的这样子一个方式 来进行投资 那这才会对经济最好 但是后来大家发现说 这么子做会导致很多的这个金融风暴 金融危机的这个出现 而这些危机它往往会把我们过往的一些发展的成果 完全打回源头 所以大家后来才会觉得说 好 那我们在发展的这个路途上 那它这个资本管制 我们总要做很多的这个经济 或者结构上的这个改革 那这个资本市场是不是完全开放 这一块能够聊到最后才做 所以如果从追求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个 来回应能解你的这个问题 当然可能中国的这个情况还要更特殊一点 就是本来维稳就是中国当局 在所有各个层面 不管是政治社会 甚至包括在经济 在汇率上 它本来的这样子的一概执政的这个思维 所以当一旦看到汇率 人民币有稍微一些波动的时候 因为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 曾经在做这个人民币改革的时候 也尝试说 让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波动 能够放得更宽松一点 因为当时候大家也理解说 你要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你一定要允许这样子的汇率的波动 因为资金往来 它总会让汇率波动的比较巨大一点 但是因为后来波动太巨大 到最后这整个的这个路程就打了回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中是另外一个理由 为什么说稳定这件事情 变得那么重要 因为如果你要让汇率稳定 你就必须对资金的进出 有所管制 你才能够保持那个所谓的 这个汇率的这个稳定 要不然你基本上 你很难要维持这个汇率稳定 你每一天进出就是几百亿 甚至过千亿的交易量的时候 我说那个执法当局 执政当局不执法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金融监管局 它要如何真的是每一天 应付这个就是过千亿来回的 这样子的一种资金往来 那非常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理由 但是再回到去能见你更早前 你在提这个statement 在谈这个资本管制的时候 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 我们每次在谈能不能够去美元化 然后就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 我们的角度是什么 我们谈美国的问题 我们刚才我们也谈了 那些要成为替代货币 它本身必须具备的条件 但我们其实很少谈另外一块就是 那些准备成为替代货币的国家 你是否准备好了 当你的货币一旦国际化的时候 它会带来对你的国家的经济 跟金融带来的冲击 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 我觉得国际化对它来说 是一件坏事情 所谓的准备好的那些是什么呢 包括像我刚才提到的 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改变这样子的一种施政的思维 就是说你允许这种 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 你相信说你的金融体系 能够抵御这种不确定性 你想想看美国 它的美元上上下下 它从来不管的 然后也不会对美元的金融体系 造成任何重击 它是对其他国家造成重击 我觉得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 这个真的是没有人提过的 什么呢 你想想 就是当你 我再提提人民币 当你要允许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 你想一想 就是所有的跟你 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 都用了人民币 做这个结算的时候 它意思是什么呢 它会在很短期内 一段时间内 你会发现说 中国的银行体系 会多了很多存款 因为这些外商都需要 在中国银行体系 按内 然后开设户口 然后做这个交易 你的整个人民体系的存款 大量大幅度暴增的时候 你知道银行 有存款 那是对它来说是一个成本 它继续把钱给借出去 这个时候 整个借贷就会暴增 中国当局 或者是任何其他 有这个念头 要崛起成为替代货币的 你已经准备好了说 你的银行体系 会突然间多了很多借贷 然后你这整个国家 的这个杠杆 leverage 会突然间增加 然后你预备好了 可能会出现的 这个金融危机吗 你会不会预备好了 说出现的 有可能说 因为这整个国家的 杠杆作用过大 然后出现这个经济泡沫 就我们常爱指美国的 然后你看这个美国 这个借贷那么大 它其中一个主因 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所以我觉得说 要成为替代 要有这个替代 货币要成为的 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你也必须想好 你国内的金融体系 是否已经做好 已经有这样子 所抵御这种震荡的 这样的一种能力所在 那博士其实 观察到现在 有很多人在聊去美元化 可能也是因为 美联储不断的在升息 那么升息的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说 要对抗通膨的关系 那现在通膨很像 对抗到一个程度 也有听说这个美联储 我没有去看最新的新闻 就是有这个降息的 这个消息要出现了 是不是在升息的 这一段过去之后 这个去美元化的这个话题 也会随之的 就是销声匿迹 还是你觉得说 去美元化 它还是会持续的 成为一个主要的话题 大家会不断去讨论它呢 不是你的预测是什么 谢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循环 是因为其中的原因 包括说就是升息的 这个循环嘛 那你知道说升息的时候 这个整个的 这个政府债券的价格 它的市场价值会往下滑 所以你觉得说 这个时候持有大量的 这个美元外汇储备 不划算 你可能才要说 多元化分散 你这个储备的风险 所以我说你才会出现 现在的这个去美元化 这个热潮 但是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局势一换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在星期三 就是美联储决定 大概就大约去 升一个25个基点 然后这个可能 大概是最后一次 然后接下来就是 威廉斯一这样的一个步伐 就是说接下来半年 可能就不会再升息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我确实会估计说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浪潮 我觉得它会慢慢的 就会淡化下来 然后之前的这个呼哈 也会就是说 突然间又变成一个 past news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另外一点 可能会是让这个整个热潮 会退下来的是什么 回到去 我刚才 我还是要提一下人民币 因为主要人民币 它是现在最有可能成为 就是下一个这个替代 美元的这个替代货币 那在整个人民币的一个思维当中 还包括说什么呢 我碰过的一些中国的官员也好 或者是学者也好 他们都会觉得说 一直保持着 让这个人民币处于贬值的状态 处于弱势的状态 对中国的经济是最好 那没错 那确实是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你的这个汇率 一直是处于弱势 或者贬值的时候 我作为第三方 其他国家 持有你这个人民币的 这个资产的时候 那对我来说不是好事情 就是说你的这个资产的价值 一直处于弱势 或者在贬值的状态 那我可能会因为之前的理由 而持有人民币的这个资产 然后过后我可能就会三思的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可能导致这个走势 会有一个停顿的其中一个理由 是 其实我想今天这个讨论 再到这边呢 我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总结嘛 就是其实要去取代美元 它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美元它整体上 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system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去找出 另外一个替代的这个system的话 那要这个另外一个 所谓的这个替代的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它是足够稳定 足够自由 然后它足够被在国际上面被认可 它才可能来做所谓的取代 而且其实博士我在想说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去往取代 这个方向去思考呢 因为我们现在都认为说 如果是一家独大的这个货币 是大家现在在讨论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又在讨论说 要找另外一个去取代它 另外一个一家独大的不对 是这个是蛮矛盾的事情 这个我觉得也是 往后我们再来更深入的来 这个探讨关于这个国际货币 包括了现在可能也有一些人 在说是不是虚拟货币 它可以来取代美元 成为这个未来强势的货币 我可能做一个更简单的 我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可能大家 我觉得我们都会认可一样事情 不管立场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世界能够更多元会更好一些 所以有不同的这个货币共同存在 那肯定是好事情 但是你能不能够崛起 它其实关键不在于美元本身 而是在于你自家本身 像能见你刚才所做的这个结论 是很感谢博士帮我在很用力的 想做结论的时候 帮我做了一个很棒的结论 好谢谢博士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那关于这个国际货币的课题 之后我们有更有趣的话题 我们再找博士来跟我们一起聊 自由时事是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CIIJIM.MYBFM的网站及手机 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 听到我们的节目 自由时事 自由的聊时事 让你做出正确决策